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eep的UI 今天是第12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Jason数据的读取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比如说您写了一个APP 对吧 您的APP需要启动 对吧 启动的时候 您可能希望装载一些个默认的参数数据 对吧 一般这些个参数数据 咱不保存在咱们的代码当中 咱不写这层硬代码把它写死 而是做成类似于这种 Jason这种配置文件的形式 对吧 然后在咱们启动时把它读取进来 初始化咱们APP的显示 对吧 那么就会用到一个Jason文件数据读取的技术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如何读取Jason数据呢 咱们今天就试一下 OK 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准备了一个Jason文件 叫做DataJason 这里面呢 是Jason里面的一些个基础数据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定义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数组 对吧 这框一个数组 这数组里面呢 分别有几本书的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一会儿 咱们会把它读进来 做一个循环 然后呢 显示在画面上 对吧 OK 那么今天咱们的程序 就是读取这个Jason文件 然后把它解释成什么 把它解释成咱们Swift里面的结构 然后把这个结构进行循环 同时显示在画面上 都该怎么做 咱们往下看哦 好 咱们看咱们代码的部分 首先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 书籍的结构体 分别有三个属性 ID Title 和这个subtitle 对吧 正好和咱们这个Jason数据格式 一一对应 没问题吧 那么这就会有一个映射关系 当咱们读取Jason数据文件的时候 读取到的内容 如何映射到咱们Swift的语言中的 结构体上去呢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 那么咱们就需要在这语言当中 定义出可以可映射的结构体 对吧 我这定义了一个book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大家再往下看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app的数据 它里面仅仅有一个list属性 这个属性是什么类型 大家请看 是一个book的数组 正好和咱们Jason定义的这个格式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也叫list 它也是一个数组 那么咱们一会儿呢 就会把它们映射起来 好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那么咱们在这个时候 代码到这个阶段 咱们大概明白了 咱们想读取Jason 想映射到咱们Swift语言对象 咱们需要做的工作 准备原始Jason数据 准备映射后的对象 该怎么保存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就要读取 咱们读取 咱们往下看 这也很关键啊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叫做loadJason date 这个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 它会返回一个不可行的数组 也没问题 然后咱们怎么读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咱们先声明这个数据.Jason 这个对象 然后呢 这是个文件嘛 对吧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个boundman 把这个文件读取进来 应该说 把这个文件的路径读取进来 读取进来之后 把它转换为数据对象 转换为数据对象之后 使用这个Jason decoder 然后呢 传上咱们这个appdata.self 把这个数据对象 通过这一行代码 把这个数据的文件里面的 速度内容 通过这一行代码 映射到咱们这个appdata 这个类上去 那咱们再回忆一下 咱们appdata 是个什么内容呢 这儿 它仅仅是一个 book类型的数组 这个名字呢 叫做list 正好对应的 Jason的这个数据格式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OK 既然它们两个格式完全一样 咱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Jason decoder decode 进行映射 当然 如果您在操作 这个Jason对象的时候 哪一步出错了 系统就会报错 对吧 我这不给你写上一个吗 如果出错了 系统报错 报错 当文件被找到 会报错 对吧 当把这个Jason文件 都读进来的时候 读错的时候 也会报错 然后呢 当这个数据读取进来 往这个appdata 去映射的时候 映射失败 也会报错 那么 咱们所有的内容 都准备好了 然后呢 也都没报错的话 它会成功的映射到 咱们的swift的对象上来 那么咱们这个函数 就返回这个Jason的数组 或者说返回这个book的数组 好不好 这是咱们整个这个对象的含义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咱们已经把这个 data.Jason 映射到咱们这个swift的这个数据结构 对吧 那么咱们该如何显示呢 就是到这个view的部分 视图部分 大家请看 我在视图里面 首先定义的咱们刚才的appdata 整个用程序数据 对吧 就是那个Jason对象 对吧 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 大家请看 在初始化的时候 我就会去读取刚才的那个Jason文件 把它映射过来 同时初始化咱们这appdata的这个数据类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如果不报错的话 说明咱们Jason文件的数据 成功的读取进来 那么既然读取进来之后 咱们大家往下看 做一个list的循环 循环这个list的属性 它是book型的数组 所以说可以循环得到每一本书 然后把每一本书进行下面的打印 没有问题吧 这个就是咱们整个逻辑处理的结果 这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这个Vstack应该放到外面 这个我不给大家整理一下 当时写课件的时候 这个没弄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就会把这个数据内容 完全显示在画面上 咱们看看 我刚才能给您讲这么多 能否实现 马上试一试 咱们还是先建一个iOS的app 叫myapp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保存到我的桌面 也没有问题 然后把这个最大化 这个去掉 简单的整理一下 然后咱们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定义数据文件 这没问题吧 非常没问题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整个 整个目录的根目录下就算了 叫做data.json 就使用json的扩展名 没有问题 对吧 ok 然后json的内容 咱们拷贝上这些个内容 好 json的数据文件 稍等 这文件放到这就不太好 放到咱们的myapp下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再编写咱们的 要读到保存json数据的 这个appdata类 好 试一试 它也是一个标准的swiftfile 没有问题 ok 然后咱们拷贝上所有内容 这个所有内容 刚才都给您讲解过 所以说呢 咱现在直接拷贝就可以 放在这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就准备咱们的view 在view里面首先把这个appdata定义出来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定一个构造器 然后呢 初始化这个appdata 没问题 接下来咱们就要做一个显示 这是显示代码的部分 拷贝过来准备实验一下 好 然后咱们先按住这个comment加币编译 看有否报错 没问题 成功 那咱们运行 我一般选择这个8加 跟我现在使用手机一样 然后咱们运行起来 看结果 大家注意看 第一次启动 因为要装app 所以说稍微有点慢 当启动起来之后 大清啊 出来了吧 这是一个数项的布局 vstack 然后呢 这是个例子 然后里面呢 记载的每一本书内容 这每一本书 就是咱们Jason文件的内容 好不好 我再帮大家 再把今天这个过程再捋一遍 首先咱们要在咱们工程中 定义一个数据的初始化文件 它是Jason格式 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 咱们再定义一个appdata 这appdata呢 要和Jason的格式 保持完全的一致 包括这些个属性啊 数组啊 都要完全的一致 好 接下来咱们定义一个 数据读取函数 对吧 先找到这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呢 读取的数据 把这个文件整个都读进来 然后呢 通过Jason Decoder 把它映射到咱们app这个对象当中去 如果没报错的话 它就会被正常的读取进来 读取进来之后 咱们在页面上 通过这个list呢 进行显示 当然了 您可以说 不用这个list 您用这个 比如说这地方 您不用list 您用这个forge循环 也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然后呢 会显示在画面上 诶 这是今天咱们简单的一个逻辑 咱们有数据 读取 映射 表示 希望对您学习理解呢 有所帮助 这项技术呢 非常的常用 出现者朋友 您一定要掌握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应该不是很难 您把我的代码呢 下载运行一下 应该就能够理解哦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由于事件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